晚上,丹妮和妻子琳达终于在百忙之中得以享受一回难得的二人世界 可烛光晚餐还没正式开始 丹妮的电话就又烦人的响了起来 然而打电话的人却更加烦人 竟是丹妮高中时的女友玛丽安妮 这显然已经不是玛丽安妮第一次打电话给丹妮了 而虽然丹妮也觉得烦 但因为她曾答应过她的好哥们 也是玛丽安妮的哥哥要照顾她 所以她不得不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从玛丽安妮身上的瘀青上看 她应该是挨了打 而打她的是她的男友弗莱 她曾是橄榄球联盟的队员 已经退役好几年了 然而和大多数的家暴受害者一样 玛丽安妮并不想追究弗莱的责任 她甚至觉得对方会看在和她的感情上慢慢变好 丹妮知道这种事很难劝 她只能让玛丽安妮告诉弗莱 如果她再敢打她 她就把她给抓起来 好不容易处理完玛丽安妮的事 丹妮立刻就赶回了家 可却遇到了准备出门的琳达 她同事家的孩子发烧了 所以她要去帮她顶办 于是好好的一顿烛光晚餐就这样泡了汤 而丹妮还不能抱怨 因为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她 她完全是自作自受 为保证自己的话有被带到 第二天一大早丹妮就去了弗莱开的健身房 而除了警告她以后不要再动玛丽安妮以外 她还在健身房的外面发现了两个钉梢的人 这一看就是警局的人 于是她就让搭档被资查了一下是哪个部门在监视这里 之后他们就去了基督科 从基督科队长这里得知他们之所以派人监视弗莱 是因为她的健身房里有非法肋骨醇和生长激素的交易 而起因是一名叫萨姆的曲棍球球员 她去年以全额奖学金进入了杜克大学 可却在练习的第三天就因诱发行肋骨醇心脏病死了 而她的教练就是弗莱 他们怀疑是弗莱给萨姆用了肋骨醇 但监视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切实的证据 后来他们又派了个卧底进去试了试水 可结果却打草惊蛇 从那以后健身房的防范意识就增加了很多 在派去的人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听到这里贝兹突然有了个想法 如果派去的卧底是个女人 说不定就能降低他们的戒心 于是走完了内部流程后 贝兹就以缉毒阻卧底的身份来到了健身房 他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迫切想锻炼出完美身材的女人 因为他要去参加前任的婚礼 而建立了初步印象后 接下来就是获取私教的新人 并趁机提出购买肋骨醇的需求了 而初步的任务完成后 丹妮就早早地回了家 还顺路买了树花给琳达 本以为今晚总算是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了 可玛丽安妮这个讨厌鬼竟然又来了 然而这次她却不是来找丹妮帮忙的 而是来质问她为什么去找弗莱的麻烦 不得不说玛丽安妮还真是个作惊 一边没事就去求人帮忙 一边又嫌别人管得太多 而她的行为也彻底惹恼了琳达 之后就赶走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另一边 上了几堂课后 贝兹也和私教拉菲混得挺熟了 于是她就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她每次来这里锻炼完就一点精力都没有了 只想着回家休息 可她却不想浪费大好的夜生活 如果能有某种能量补充剂之类的东西 让她锻炼后也能保持活力就好了 而听到这里拉菲也果然上工 她约了贝兹晚上出去见面 毕竟这种东西还是私下交易比较好 可没成想到了晚上的时候拉菲却不认账 还说贝兹是个警察 好在贝兹反应机敏 她将酒直接泼到了拉菲的脸上 然后又洋装生气地离开 而拉菲则立刻就追上来 还乖乖地拿出了贝兹要的东西 而当她收下钱的那一刻 也就到了警探们收网的时候 将拉菲带回警局后 警探们就对她进行了审讯 意料之中 拉菲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丹尼早就想好了对策 她以审讯房间都满了为由 将她和一个大块头关在了一起 而经历了一番友好交流后 拉菲终于服了软 她宁可去蹲监狱 也不愿意和这个大块头 在这里待一个晚上 可殊不知这人其实是名警察 是丹尼专门找来吓唬她的 有了拉菲的证词 接下来就是去逮捕他们的老大弗莱了 可弗莱显然是觉察到了不对劲 健身房都没开门 于是丹尼就想了一个抓到她的办法 她打了个电话给玛丽安妮 谎称自己正在去健身房的路上 还让玛丽安妮劝弗莱就待在那里等着他们 以免他们在抓捕的过程中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然后丹尼就直接开车去了玛丽安妮家 因为她知道玛丽安妮肯定会通知 弗莱回家拿东西跑路 事实证明丹尼的推测果然没错 他们一到玛丽安妮家 就见到了刚刚赶回来的弗莱 你 Administrator组筑 务判 国家 巴结局 小 Mark 住机 动作 终于 终于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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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what the hell that's it it's over joey come on stop short of the endzone again store your life jooey it's all your fault you stupid cow hey talking will leave lock it off let's go